大家好 我是《大飛翰天》 今天的片段不多,都是基於新聞 有些人不想講,但是今天對我來說 有兩個好消息的,第一個就是陳浩緩 陳浩宛 那有些人罵陳浩幸 這樣是前民陣召集人 也都是社民連 今天早上營滿蓄肉 他實際坐了一年零五個月 避兇幾條罪 有空又加一條 有空又加一條 結果今天他出來 由社民連的前主席王浩銘去接放學 和一同去東沖見親友和記者 社民連主席陳寶應 曾建成 民主黨的劉慧卿 工黨的何秀蘭都在場迎接 更加逐一擁抱 這樣他是我最佩服的年輕人之中的其中一個 因為雖千萬人不枉耳 就是他這樣的氣魄 出來 第一時間開Facebook 和大家打了一聲招呼 暫時沒有想著離開香港 但是想出去走一走 就是說一個旅行 更加說未來五年裏面 沒有打算離開香港 為什麼要未來五年呢 就是說 很簡單 看看習主席連任之後是怎樣 他說的 我現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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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移民 而同一日 同一個時段 楊川繪本案 前言語治療師工會政府主席和他的秘書 也都今天在羅湖懲教所放監 已經被撤銷登記的香港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理事 因出版三本的楊川系列的繪本 被控串謀印刷 發佈分合法展示和複製煽動刊物罪成 入獄十九個月 今日五個人都應該營滿 不過他們因為不同的監獄 而最主要的就是前主席黎文玲 前外務副主席楊逸義和前秘書 五巧兒從羅湖懲教署出獄 而在場接放學的親友 蜂擁而上 以山陣遮蓋他們 護送他們登上私家車 還準備了一盒加多拿餅屋的彈撻 派給他們 那當然了 三個在我心目中 他們是堅抽 即是說上到法庭 全部以上的都是二十多歲的年青人 無論是這三個女生 或者另外那兩個 即是被今天都應該釋放 不過我們不是同一個監獄 還有陳浩恆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二十多歲 其實我們老皮老骨 看到這些人 看到他們上庭 看到他們看這件事 甚至到今時今日 他們的堅持 我不知道我們一眾的高官 我們一眾的其他人 包括警察 他們看到他們 你們作何感想 當香港的法例 基本法賦予我們遊行示威的自由的時候 竟然在上高街 一個不反對通之處 跟著就大量的人 因為這樣坐牢 當人權法通過了 我們是有言論自由的 但是國安法就告訴我們 你即使畫圖畫都要坐牢 這個就是現在的香港 近期接觸了很多年青人 他們很多找了數 但是他們都跟我說一聲 其實我不記得他們是誰的 過客 聊幾句 知道有這樣的事 我就完了 沒實質問問題 但是也都是這樣 我都不想太深入 太知道他們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只能夠說 在某一個時刻裡面 我們能夠做得到多少就多少 不夠膽說幫忙 不夠膽說幫忙 因為沒有我們 他們都自求我道的 他們是強勁的 我自己本身接觸到一些小部分 就是說坐牢出獄的年青人 他們都沒有打算離開香港 他們都打算在香港繼續努力 很有可能就是以前那一行 好像言語治療師 那樣東西做不到 現在香港公民社會 沒錯 陳奧行可能要做不同的職業 那我相信 以他們這一種這麼硬正的性格 他們一樣會做出成績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atreon 代表安天下 需要大家的支持 昨天 昨天 網聚的時候都有網友問 不是 我想著怎樣 我想著整個反送中運動 去到明年3月至5月 完結了 要判的判了 要放監的 其實這一輪都陸續放 這樣香港開始正常很多 也都不是因為這幫人 但是現在在國安法底下 香港是沉寂很多應該用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想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 即是和他們在香港都努力一點 因為同州人世相隨 就這麼簡單 拜拜